不破坏别人的言论自由 不破坏别人说话的权利 这恰恰是民主自由最核心的价值 可是他们现在在街头 攻击无差别的 攻击路人 跟他们意见不同的人 无差别的是攻击警察 现在对媒体机构 新华社进行纵火 焚烧 这样的事情 其实是非常可悲的 大家好 欢迎来到陈岳观点 我是陈岳 本来香港的问题 因为已经持续了 有接近五个多月了 这个问题一直以来 报道也都非常多 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 也都看了很多的街头的暴力 纵火 警察的执法 然后各种各样的信息 也都很多了 我本来对这个消息 也都不准备再继续的去跟进 去报道 因为无非就是每个周末 这些暴徒走上街 去抗议 然后白天可能相对和平一些 到落日时分 夜幕降临了 在马路上 开始拿路障 去把马路阻挡 阻挡车辆的行进 造成了交通的瘫痪 要么就是在地铁站里面去打砸 要么就是对沿街的商铺进行放火 因为这样的事情 大家见的也多了 我们看到无论是国外的媒体 还是港澳台 两岸三地的媒体 对这样的事情的报道 关注度 跟之前两三个月以前比 也确确实实降低了很多 但是今天 为什么我还想拿出来 跟大家来说一说 因为有几个最新的变化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观察的 我们都知道 之前香港的街头的示威者 他们的暴力程度的升级 是有一个过程的 一开始可能是对 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在香港机场 对环球时报的记者 傅国豪 把他手脚捆起来 然后说他是中共的间谍 什么大陆的警察之类的 后来证实傅国豪 只是一个环球时报的记者 他把他捆起来之后 在机场里面 对傅国豪加以私刑 这个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 当时傅国豪被手脚捆起来之后 喊了一句 我支持香港警察 你们可以打我了 这个也让很多人看见之后 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也引起了很多香港市民的警惕 就是说 为什么变成了 好像暴力的 变成了攻击一个记者 这个不符合他们内心中的何理非 这是一开始的情况 在过去的周末 我们发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 是香港的这些暴力示威者 他们除了一开始的攻击 他们认为的大陆的这边的人员公安 演化成的沿街对商铺的攻击 我们知道像小米 像中国的中国银行 中资的这些机构被攻击 那在周末的话 新华社被香港的新华社 被暴徒给玻璃全都砸了 然后在一楼放火 纵火 据说当时在新华社内部 在二楼是有很多的工作人员的 这个火幸亏没有人烧起来 如果在因为他大厅里面已经火 已经烧得很旺了 他可能建筑材料用的木头 或者是布料这一块相对比较少 皮革比较少 如果多的话 那蒸烧起来就很危险了 因为大楼的二楼 还有很多的新华社的工作人员 如果一旦出现这种大楼着火 而造成很多人伤亡的话 这个事情就会更加的严重 新华社被砸和烧这个事情 为什么是一个更大的进展 因为可能很多海外的朋友不知道 新华社对中国大陆来说的话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通信社 那很多人可能都知道中央电视台 人民日报等等 那包括还有其他一些的这个号称这个国家的一些媒体 那其实在中国的最权威的通信社 就是新华社 因为你看像这个重大的各种各样的事件的发生 都是通过新华社进行一个新闻的播报 那新华社的消息出来之后 其他的媒体包括像央视 像CCTV中央电视台 像人民日报评论文章 或者像其他的一些媒体新闻才会跟进 所以新华社在中国大陆是非常权威的 那它的整个的职级也很高 我具体的话是正部级还是复国级 那这个呢 我不是很确定 但是它这个职级是非常高的 那这个被新华社被砸和被烧了以后的话 这个消息传到了中国大陆内地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非常的痛心 因为这可能很多人觉得 在海外的朋友可能觉得不理解 但实际上 这个新华社在大陆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那你这样子被砸了被烧了 而且它也是一个新闻机构 那它里面工作人员都是一些记者 媒体工作人员 那新华社呢 本身它是一家媒体机构 那媒体机构被砸被烧 那这个跟香港所 香港的这些示威者呢 暴力示威者 他们所声称的这个叫和平 或者是呢 这个叫自由 那这个完全是相违背的 大家都知道这个和平就不谈了 香港街头示威也没有什么和平可言了 那这个自由呢 实际上是说 我不同意你的言论 对吧 但是呢 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那新华社呢 作为一家媒体机构 那当然了 它是在中国的这个国家通讯社 那你呢 对于香港的暴力示威者呢 你有这时候呢 可能不同意 它站在这个中国这一边 说话或怎么样 这可能呢 你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呢 它是一个媒体机构 它有它说话的权利 它有它的自由 那香港的这些暴力示威者 犯的最大的错误 就是什么呢 就是它对不允许其他人说话 不允许有不同意见的人 那这个呢 实际上是完全违背 民主和自由的这样一个基本价值观的 所以我觉得香港这帮这个街头的示威的人 他们应该去学校 去或者是去好好给他们上上课 我觉得美国呢 和西方的这些媒体 或者是所谓的自由民主的这些 这个宣导师呢 教会了他们如何去抗争 如何去反抗中国大陆 如何去反中 但事实上呢 并没有教会他们 到底什么是民主 到底什么是自由 那不破坏别人的这个言论自由 不破坏别人说话的权利 这恰恰是民主自由最核心的价值 可是他们现在在街头呢 攻击这个无差别的攻击这个路人 跟他们意见不同的人 无差别的是攻击警察 那现在呢 对这个媒体机构新华社呢 进行纵火焚烧 那这样的事情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可悲的 那我觉得 继续的香港GK暴力示威者街头呢 继续用这样一种形式去抗争呢 其实呢 不会有任何的好的结果 我们现在看到香港的整个分项呢 也开始有了很大的变化 那包括这个很多人开始呼吁啊 就是说要停止暴力 要在让那个香港的经济呢 慢慢来做一个这个复苏啊 慢慢的来把它缓和一下 否则的话呢 这个底层老百姓的日子呢 越过越苦越过越艰辛啊 那你街头的这些20郎当岁的 十几岁的 毕竟年纪轻 可能父母呢 给你钱养着你啊 但是你作为一个三四十岁 或者是年纪更大一点的 很多都是经济选民 都是需要这个 需要去工作 需要赚钱养家 那孩子可能有的还小 对吧 那上有老下有小 所以呢 香港经济如果继续这么滑坡下去的话呢 那接下来的话 很多人可能会失业啊 那这个底层老百姓的日子呢 受苦受难的 还是这些 就是最贫穷的 然后呢 最底层的这些老百姓啊 那我们知道这个上个季度啊 就是三季度的这个香港的经济呢 刚刚公布一个数据 那就是呢 他在第三季度的时候呢 经济的这个增长率呢 是负的2.9% 那如果按照负的2.9% 这个这个数字呢 是非常的可怕的啊 就是说相当于香港进入了一个 叫做技术性的衰退啊 那技术性的衰退呢 就是说你香港的整个GDP啊 整个这个发展的是不仅没有前进 而且是倒退啊 那其实香港在第二季度的时候呢 它的GDP呢 是0.4%的正增长 第二季度呢 就是就是从今年的三月份 到今年的六月份嘛 对吧 那这三个月 那三月份六月份 正好是这个0.4%的正增长啊 那正好从六月份开始呢 香港的这个反修 反修例这个示威 也称之为反送中 那后来呢林郑月娥把这个送中条例撤回之后呢 又把它演化成了反中啊 一直呢街头暴力不断 然后呢 延消到现在啊 变得呢非常的这个不可收拾 不知道结局到底在哪里 那其实呢 他这些香港的暴力示威者呢 其实呢是把自己的家乡啊 把自己的家 那把自己生活的地方 给他砸破了砸烂了 自己身边的人可能亲朋好友 或者是这个自己的同胞同乡啊 那么在香港工作生活的人 让他们呢 可能收入变少了 让他甚至让他们丢掉了工作啊 那你换来了什么呢 换来了美国人民主与民权法案吗 这个其实对香港没有什么帮助的 就是你解决不了任何实质性的问题 无非就是似乎呢 在道理上给你喊一喊 让你继续呢 去对抗中国 去反对中国反中 那你这样的一种情绪的话 其实是非常的不理性的啊 那因为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 除了这个打杂烧 这个新华社呢 还有呢 是香港这些暴徒呢 他们在街头呢 对路人进行了无差别的攻击啊 那目前呢 香港警方统计的数据呢 是有54个人受伤 其中五个人呢 是重伤 其中两人呢 身命垂危 那目前呢 根据目前的最新情况 极有可能是在这个周末 如果香港因为这个香港是暴力示威者的无差别攻击呢 会有两名这两名生命垂危的市民 普通市民 可能如果抢救不过来的话 那他们如果失去生命的话 那可能是香港这个持续五个多月以来啊 这样的一个示威 从一开始的合理飞到现在啊 可能是呃第一第一次出现了这个人命案啊 因为这个示威啊 那之前的这个自杀的呀 或者是呃这个那其他的不算啊 就是我说因为这个示威的这样一个情况啊 示威或者是警察袭击这个示威者们 或者示威者袭击警察 或者示威者袭击这个路人们 对吧 那就是这样的 那这个呢 又是比之前呢 更加的严重 就是说香港的暴力示威者呢 开始对路人进行无差别的攻击 那五十四个人受伤呀 五个人重伤 两人生命垂危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 甚至是如果放在过往的这个这个定义里面的话 其实这个真的是可以认为是恐怖恐怖袭击 你想燃烧弹对吧 汽油弹 你放火大楼进行纵火对吧 对新闻媒体呢 进行这个纵火燃烧 然后燃烧弹攻击 然后对街头路人啊 进行无差别攻击 这个非常严重了啊 非常非常严重啊 那我们看到这个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候呢 这个香港的特首呢 林郑月娥去了北京啊 就这两天 那林郑月娥去北京呢 引起很多人的这个猜想 就是说因为现在呢 这个时间节点呢 是比较敏感吧 香港处于一个 还是街头的 目前看起来在这个周末呢 街头的暴力呢 不仅没有降温 反而呢更加的升级 那这个时候呢 林郑月娥为什么去北京呢 那要去会不会有一些新的一些进展呢 中央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指示呢 那当然了林郑月娥去北京 明面上呢是参加这个越港澳大湾区的一些建设的一些会议啊 或者一些商讨呀等等啊 那这个呢 可能是他的工作内容之一 但是呢我们不妨呢 做一些联想啊 适当的联想 中国共产党呢 第十九届四中全会呢 刚刚开完啊 那开完之后呢 当然发布了这个大会的公告 大会的公告里面呢 最最引人注目的呢 是关于港澳台的对台工作和对港澳工作啊 那就是这个祖国领土统一的这样一个事项 那其中呢 对港澳呢 当然目前看起来呢 香港的问题更严重一些 那针对香港呢 提到了什么呢 就是继续坚持基本法啊 继续坚持一国两制啊 这个呢 是之前一直的一个原则啊 那但是呢 有一个新的变化 这个新的变化就是啊 比如说对香港的工作呢 需要这个更加的积极主动啊 就是主动出击啊 对香港的这个政治各方面呢 要进行主动的管理啊 那这个的话 就是比之前的话呢 是要有一些啊 从从这个一国两制港人治港 对吧 到现在换成呢 是要中央呢 要主动的对港工作呢 要加强对港工作 那很多人呢 可能就会问了 那怎么去加强呢 如果按照一国两制 对吧 港人治港的话 那应该是香港政府啊 按照基本法 按照一国两制的精神原则啊 进行这个在在香港呢 进行日常的这种治理 但是呢 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香港的社会啊 这么多年啊 中央呢 一直放手让港人治港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港人啊 没有治港 却是西方啊 媒体西方的这个西方的势力呢 在香港进行渗透啊 偏来变成了西方在治港啊 我这么说呢 可能是有点过 但是呢 但是呢 其实也你现在通过接 香港街头的这样 这次的这个动乱事情啊 也能够看得出来啊 那西方的思维啊 西方的思想 那反中的阵线 已经推到了香港 推到了香港跟深圳的交界处 那这个呢 不得不引起这个警惕 大家知道这个基本法23条啊 就是国安条款 那就是说你香港一国两制 无论港人治港如何 那么你都必须是确保这个国家安全的啊 就是外交安全啊 国防等等 你如果这个不能确保的话呢 那你其他的都不谈 所以说呢 现在香港呢 有一个很强烈的分项 就是啊 一直强调一国两制 他们的重点呢 在强调两制 就是我跟你大陆的制度不一样 对吧 但是呢 他们往往呢 会忽略一国啊 忽略一国 就是说你是一个国家 香港是中国的 中国大陆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那你是一个国家 那一个国家的话呢 那你是国家安全 对吧 那你这个从 如果说不管这个国家安全的话呢 那香港极有可能会成为这个内部渗透的一个 一个据点啊 西方这个思维势力啊 在对中国进行渗透的一个据点 成为反对中国大陆 反对中国体制的一个桥头堡啊 那一个堡垒 那这个的话是中央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 因此的话呢 基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的话呢 加强对香港的管制 一定要强调一国这个概念啊 一国是前提 那我觉得呢 这一点的话呢 这一次林郑月娥去北京 那呃呃 这个北京的这个 中央的这个四中全会刚刚开完 那对香港工作的新思路 新方法 或者是新的一些观点 我相信呢 林郑月娥和他的团队到了北京之后呢 这个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讨论的一个重点啊 那这件事情的话 我觉得呃 需要跟跟那个呃 给大家这个要要去观察啊 提供一个这样的一个角度啊 那这个呃呃 这是香港呢 在周末的一个暴力升级 包括最新的一个动态的情况 那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 有一个一个新的一个呃 一个呃 变化是什么呢 就是在纽约啊 向千个示威者啊 冲进了地铁站啊 和警察呢 发生对峙啊 那这个事情呢 是一个新的变化 那为什么是有新的变化呢 因为这个特朗普发推特了 特朗普发推特说呢 他支持这个美国的警察 对这些示威者进行执法 因为美国的警察是很凶悍的啊 你如果靠近我的话 我我看你 我如果预期你要袭击我 我甚至可以开枪之内 把你击毙的啊 美国的执法是非常非常严厉的 但这个周末呢 这个周末呢 为什么这个纽约的市民呢 会冲进纽约的地铁站呢 是因为这个在警察执法的过程中呢 对一个呃 少年呢 进行的这个警察执法呢 进行的就摁在地上啊 那当然了 这些反应反抗者呢 认为是暴力袭击 那这些警呃 市民呢 于是呢 就冲到地铁站去啊 跟警察发生对峙 推散啊 甚至是殴打在一起啊 那这件事情呢 特朗普发推特呢 就说要站在警察一边 目前呢 香港众议院议长 贝罗希还没有说话 因为当时呢 他在呃 他在这个香港发生这个动乱的时候呢 他说香港的抗议者呢 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那这次纽约的纽约的抗议者 冲进地铁站啊 香港的那个美国的中英院议长 贝罗希 或者美国的其他的一些政客 会不会认为呢 这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啊 那呃 目前呢 只有美国政府呢 可以通过投掷这种 叫做出口言论自由的这种炸弹啊 那这个呢 是一句是一个美国人 他自己的一个评论啊 他写给美国这些政客的一个 写的一封信里面的 我呢 把它作为今天的结尾 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说这个 只有所谓的和平抗议者 才能打砸中国银行 并宣称这是因为其商业行为 有助于共产党继续执政 对香港而言 和平示威者 其实是在剥夺香港人的工作 赚钱和养家糊口的机会 那是谁赋予了他们的权利 能决定自己的同胞啊 何时何地啊 在哪里上班 在哪里工作 都需要听这些 这个暴徒们的 呃 意见呢 如果不跟他们的意见相同 他们就会去袭击你啊 就像周末所发生的啊 54个人被无差别的攻击 5个人重伤 两人生命垂危啊 那这个呢 是香港本周末呢 发生的一些事件啊 以及呢 林郑月娥最新的动向 那呢 跟大家一起分享啊 提供一些新的角度 呃 那今天呢 这一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那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呢 欢迎大家啊 点赞 分享 订阅啊 不要忘记点击小铃铛 我们会有更加精彩的内容呢 及时的推送给大家 好 大家再见 未经许可 优优与会 未经许可 优优与会 未经许可 优优与会